只有在梦中能够解决掉 所以很多事情在现实当中不能得到 跟梦中能够得到 那李先生爸爸你也这样太说 我想问问看我经常说的 你爸爸有没有开过餐馆啊? 他真的是在公司做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看见是有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大东西在扯住你的腰 你爸爸过去有没有打死过什么动物? 因为他的善言 所以这个事情就问他了 他如果自己如果做过一个业的话 一定会放到你身上 我想跟我妈妈问他 你先不要跟你妈妈问 我先看看这个明星要不要多少小房子 我跟你说 现在你的大腿一直到下面 基本上 进度 今晚就流不上 血下不去 那种麻 你今天如果能够腿抬起来 已经说明血脉有点通了 我不知道你妈妈给你练小房子有没有 他没有练进 他没有练进 所以这种真的是麻烦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帮他 你帮他 你自己帮自己念嘛小弟 好吗 我想 我想我的 刚才那个气场 你现在应该收到 你觉得没觉得你现在 左腿啊 右腿有点热了 有 我是要把这个动 好 在动的是吧 你在动的话 你自己 看要了 在动一动 好 好 好 不要着急 你看 刚才那个腿 你看那个脚 你这个脚 脚 脚板 这个地方 好 来一点点 好 好 看见了 好 你看 他根本站不上去 他现在 我帮他刚刚这个左转的筋 已经连上去了 你看到 你现在热不着 小弟 哎呦 有热不着 热不着 我的屁股 都热 都热 热不着 热不着 对 对 我刚才在想的 我给他吃了这么大的能量 他不会有感觉的 嗯 好了 他第一 第一 讨好的穿穿你 拉帮帮你一起练 第二 你自己好好的扭心 好不好啊 好吧 对 小房子能不能签年108张 100 可以看 108张 好吧 好 嗯 其他的 我看你们家里好像有灵性 就说你们家里有没有主上过世的人的相片挂在那里 嗯 有没有其他人的头像挂在那里 就是不认识的人的相片 或者有一个照片 或者有画过人 可能有啊 什么叫可能啊 有人的头像嘛 我告诉你 你们大家听好了 凡是家里有头像的画和照片 超过这么小的六寸的 大的全部都不要画 因为任何有人体头像的照片 只要立在家里 时间长了 就会有灵性上去 灵性上去 你家里就会积全不明 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包括油画 还有藏古董的人一定要当心 凡是古董都不要藏 因为古董都非常容易吸引明星 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你看凡是藏古董的人身体都不好 我家有多那个 古董 古董 什么 雕像 又没有烧香 又没有供 好了 肯定少年轻爽 难怪 明白吗小逼 没事吧 怎么你早上毛病了 要怎样 要乱干 好了 待会在我们过去外 他们会教你请下 他们想请下来 念过手机 他们有个范围 好不好 我可以在乎我的妈妈吗 她很孝顺 我妈妈的身体 几几年说什么 1947年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主要是 从这一段到这一段 然后从这一段到下子这一段 这是表层 不是后面 是表层前面 说明你妈妈的心脏有问题 还有肠胃有问题 明白吗 嗯 谢谢 好吧 你要照他念经的小弟 否则你自己都救不了 因为救不了你妈妈 OK 好吧 所以大家 台长和大家讲 如果一个人已经身体不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云星走掉了 但是呢 他还是要恢复 一段时间 才能真正的体能恢复 因为 虽然云星不搞你了 但是你自己本身 还是有问题的 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请您 嗯 说一下 你是59年的鸡 还是你半年来月的 男的女的 女的 59年的鸡是吧 对 它是左腿 啊 腿上 纯腿 右腿 才特别的 左腿 啊 左腿 对 嗯 59年的鸡 对 不对了 哈哈 59年不是属鸡的 59年属猪的 59年属猪的 嗯 鸡 鸡 鸡猪的 鸡猪的 鸡猪的是58年 嗯 他是胖的